怎么判断我的伤口是不是感染了 今天咱们跟大家说这个事 实际上伤口感染在现代医学里面 它发生的概率已经越来越低了 尤其是最近几年见到感染的也越来越少了 但是这个科普我觉得还是要做 因为如果说伤口感染 其实还是很大的一个事的 那么怎么判断呢 第一就是你的伤口 它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肾液 尤其是这个肾液 如果说你感觉到它量比较大 或者说比较浑浊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要怀疑了 第二个来说 就是伤口有可能会出现一些不愈合 会延迟愈合的情况 一般来说我们在第三次天 这个伤口差不多也就干了 但是这个时候 你是有一些敷料覆盖的 你是不知道的 一般打开的时间是在两周左右 也就是在拆线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自己就能看到有一个结痂 这个结痂一般来说也是干的 就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自己也没事别去拿手抠 而且拆线的时候 大多是有医生和护士在场的 也能帮着你去看 这个时候如果发现它不愈合 一般来说是怀疑是有问题的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有的时候伤口不愈合呢 它还会合并一些发臭的 这个比较常见于 这个比较严重的伤口感染 有的时候闻着是有一些腐败的一些气味的 这个时候就怀疑是有非常严重的感染了 第四个呢 就是伤口周围啊 它会有一些红肿热痛的表现 有的时候它会鼓起来 有的时候周围发红 非常的疼痛 然后还有发热的表现 如果说是伤口局部或者周围有这些反应 一般来说我们也要提高警惕 第五个来说呢 就是个别的人 他会伴随着一些体温的升高 有的时候关节也会有一些反应 有一些发热或肿胀的表现 这个时候我们也是要怀疑 它是不是出现了一些感染的情况 一般来说呢 如果我们怀疑它是伤口感染了 我们还是立刻要前往医院 对吧 让医生来看一看伤口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 有的时候还要进行一些抽血呀 比方说我们看一看血尘呀 C反应蛋白呀 白细胞啊等等 这些数字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异常的表现 那么我们回忆自己之后 也要多多关注这个伤口 一个是不要让它过度的暴露 早期在浴河之前还是时常拿肤料盖住 但是不要用那种不透气的 一般拿个纱布盖上就可以了 还有一个呢 就是在早期浴河之前不要沾水 比如说洗澡啊 或者说你冰敷的时候水洒了 这些还要注意避免的 就让他们看了 这些还要注意避免的 这些还要注意避免的